来说一下LED方向盘的接线方法 首先我们看这个盘上面LED上面 通过两根线控制的 一个是电源 一个是接地 一个盘上面接地线 比较容易找的 现在我们就说一下 找这个电源线的方法 这个电源线的方法 首先我们把圆车的方向盘 给拆开 拆开圆车的方向盘 拆开之后 我们会看到一个游丝 每款车都会有一个游丝的 像这种一个 你可能看到这一部分 就一个插头 在游丝上这个插头 或者按键由这次线出来之后 连接到按键上面 按键上面的插头上角 这个插头或按键插头 第一种方法呢 比较简单 也最常用的一个方法 在这 插头上面找那个使用符 记住啊 喇叭线除外哈 首先我们把这个 找一个万用表 调到这个电压档 然后我们黑色吧 打铁 打铁之后 这个正级电表 我们就一根根的在上面的针角上点 看哪一个是想是12幅了 看哪一个是想是12幅了 哪一个就是那个 我们需要接的 那个红色线接到这12幅并连进去好 例如说我们是 第二个针角 上面的第二个针角对吧 12幅 那我们就 在这个插头上的像 比如说这个像啊 这个刚好插上去了啊 这个时候 这个像 破开这根像 把这个红色线接到这里面进来就可以了 这个是最常用的 但是呢我们找到这个12幅的时候 我们就要确保 这个 12幅不是喇叭像 因为喇叭像除外的 这个不能是喇叭像啊 就可以了 就第一种方法 就是说把这个12幅 那个红色像并连到这里 由于它插头上能找到的12幅这样啊